跟着老冯去吃肉 今天咱们来到旺京 不加班 安食土家民族菜 我记得上回吃湖北菜 我还是在湖北宜昌 给我的感觉 是人家当地的物产 非常丰富 尤其是和鲜类的 因为它就守在长江边上 给我留下印象 最好吃的美食 一是长江肥鱼 二是什么 用豆浆做的鱼火锅 咱们今天要点几个 非常有土家族特色的菜 第一个菜 腌笋炒腊肉 这个菜绝对是 土的不能再土了 人家这个腊肉 肯定是人家家里边 腌出来的这种腊肉 工厂里边比较红 你知道人家菜为什么好吃吗 首先腌火气非常足 它会用电道炒来和燃气 真是不一个味 吃着这个腊肉 还有这个嘴 你要编不透 它不好吃 炒菜是什么 不能汤汤水水的 吃的就是它这干香劲 它这腌笋的香气和腊肉的香气 你得让这二嘴能融合到一起 这个菜我跟你说 能下两碗米饭 这个是青花椒鸡 青花椒鸡 这不是川菜了吗 他们那边也喜欢吃青花椒 这个菜鸡肉的 还有辣椒的这种水气都编出来了 吃到嘴里边 干香劲十足 非常香 做这种菜 要是纯鸡肉不好吃 一定要是带骨的 而且这鸡要鲜 老鸡还不行 就得吃上嫩劲 这是它好吃的第一步 然后咱们再回过来 人家土家做青花椒鸡 和四川做青花椒鸡 有什么不一样 四川的做法是生扁 是用花椒油 就是青花椒油 人家这个是纯的 就是煸炒出来的 没有任何青花椒油的加持 就是青花椒鸡腌制好了之后 裹一层干淀粉 过油一炸 然后搁在锅里边煸 先煸辣椒后煸鸡 就吃的是咸鲜辣 这一盘菜的辣椒 是广东人一年的量了 肉沫合渣 我先擦擦看啊 是我老不吃辣椒的原因吗 这是一个半汤菜 这个豆腐呢 是用他们自己磨的这种豆浆 现点的一个就类似于豆腐脑那样 用炒汤搁到锅里边一味 这汤是单调的汤 单门有一锅骨汤 知道嘴里边特别鲜 这个菜怎么做的我不清楚 这个菜呢 是人家的民族的特色菜 再者说了 我这素菜很少动脏的研究菜 但是这个菜的营养 还有口味还是很高的 来 继续 下一个 这土豆还说 问题就出在这上 土家 炕土豆 人家这土豆呢 是人当地的一种山上种的 它土豆不是咱们这样的皮 颜色有点深 但是人家土豆吃的是什么样的口味呢 又杀又灭 用锅呢炕出来之后 外皮吃的是耿油的 它这是用水加盐煮完了之后过油炸的 首先做法就不是炕 就是炸 跟前面这几个比呢 水准稍微有点发挥时长啊 这个菜呢就不过多说了好吧 还是吃咱们口感最好的这几个菜 把这米饭炫掉 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还是有个别菜 能体现出土家特色 只是个别菜呢 很少有餐馆能把这个菜做得实现实美 能有几个菜做得水平很高 很完美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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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